族长 你怎么来的 我要不来 他们俩俩就死了 妈 怎么 族长 我 我死就死了 我求你 求我家 小雨 你们干嘛 私设公堂 动用死刑啊 还有没有把我这个族长放在眼里 族长 小雨 已经是李家的人了 她 她嫌三万块钱彩礼太少了 她发脾气 我们就教训她 教训人 也不能照死的打呀 架什么人哪 小雨可是要去米国留学的高考状元 老师 你说什么 没错 小雨被哈佛提前录取了 不仅不要学费 而且有十万的奖学金 十 十万 嗯 警长 这留学这事 能不能 不就让我家药组去啊 哎 小雨是个女儿啊 她读书有啥用是吧 是你 胡闹 明天省里的领导都要来慰问 人家能不知道周小雨是男孩还是女孩 那 那要不拿了钱 就回来嫁人 这行吗 小雨要到米国 好 奖金才会打过来 嗯 嗯 就让她去留学 她妈在 不怕她不回来 她不管她妈怎么办 她要是不管的话 早就跑了 还能在这被你们打 嗯 嗯 今儿这个事儿 我给小雨做宝 让小雨去米国留学 小雨啊 你可一定要答应组长 好好学习 为国争光 你妈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